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来庆祝这样的一个民族领袖的日子 然后呢 关于今天晚上洛杉矶会有一场非常大的风 这个风的时速会在每小时40到60英里之间 所以的话非常非常大的一场风会从今天的凌晨 礼拜二的凌晨4点钟到礼拜三的凌晨4点钟 也就是整个一天了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放好的东西 特别在户外的东西 请你就是注意保管 而且这场风的话 预计会给很多的公共设施带来一些破坏 特别是像电线了 还有一些树木了 所以的话可能有些区域甚至还要停电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的话如果我在录制视频中 大家听到这个旁边有一些很吵闹的声音 是因为我们最近在这个阁楼 我们想把它改装一下 在改装 把它做成一个这种储物室 或者一个工作室 或者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有工人在那边做事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天早上工人就拿出了一个箱子 他说你可能捡到宝了 这个一看里面是一把 可能是在20世纪初的一把老枪啊 对我这样一个还比较喜欢枪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把 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而且简单的看一下 这把老枪应该还值一些钱了 所以接下来会单独研究一下 这个以后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视频 如果你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些小的工程或者你的这个阁楼需要改造 你在改造之前请你先进去看一看 也许这个里面会寻到什么宝物啊 那关于这个新的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啊 那我们也在讲了 拜登上任之后 他第一个件事情就肯定要去拉着国会 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在最近这几天 从周末到现在 社交媒体基本都爆炸了 那这个当中民主党共和党都对这个是不满意 好多人都对这个是不满意的 当然当然民主党人很多人不满不满意 这个当中有众议员有参议员 特别的话比较激进的这个参议员 Alexandria Ocasio Cortez 这是纽约的参议员 他就说了 你给我们讲的是两千块钱 You promised that's two thousand dollars not one thousand four hundred two thousand means two thousand two thousand doesn't mean one thousand four hundred 另外的话他也讲了强调 就是对于这个失业金的这批 这个延续 你应该把这个日子 要把它追溯到之前 那甚至要追溯到这个九月份 八月底的这个时间 那让很多人可以在 可以拿到额外的纾困金 这也是他提出来的 另外的话参议员这个Corey Bush 他也是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他就说了 你也是给我们承诺的两千块钱 你们并没有说是一千四百块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两千块 那但是在这个部分呢 拜登觉得他做的是正确的 合理的 他把之前单独的两千块的议案 就是增加一千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延续下来了 他没有做的不合理 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另外的话在去年五月份的话 Bernie Sanders 还有包括了Senator Markey 还有Kamala Harris 我们的现在的期间 即将上任的副总统 他们就一起联名提出了 我们要在这个疫情期间 给每个美国人 每个月两千块钱 那他也讲了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极力推这个部分 在这个疫情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应该给每个美国人 每个月两千块钱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 会不会觉得太多 还是觉得这是必要的 那反过来共和党人当然觉得这个是已经太过了 首先他们对1.9万亿新提出来的经济刺激方案 肯定是不满的一个状态 另外他们对这个增加的这个一千四肯定也是有意见的 另外包括了这个 对于这个政府的救济 很多的州 特别像是这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 他就表示了 对我们佛罗里达 我们自己的这个经济 还有财政都非常健康 但是你看很多州 你们都是民主党的州 你们反而需要很多钱 你们把钱用到的这部分来救这些州 那完全是不公平的 没有用的 而且那些州都是处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他说的也是有他的一个道理的 那拜登就这样就要上台了 在他上任之后马上要做的很多事情 也很多的东西是很必须的 那有很多东西可能也是值得大家来来去探讨 来去来去讨论的 首先呢 他要和穆斯林国家之前被特朗普总统禁掉的这个相互时间的这个 特别是从那边过来的这些旅行啊 这种travel 他要把它解除掉 那他在多大限度上解除掉不太清楚啊 然后呢 他要加入这个巴黎 重新加入这个巴黎季后协定 这点来说我是一直非常支持的 美国作为这个一个最强大的国家 经济就是最强大的国家 应该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率 那他对这个租户要被赶出来这个事情 也是要进行一个可能暂时的这个中断和延缓 也就是说你如果付不起租金 你是不能被赶出来的 那还有就是对于学生贷款 很多学生现在可能还在付贷款 或者已经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 他要延缓甚至要暂时要暂停 收这个学生的这个贷款 另外他在联邦联邦的区域或者联邦的建筑范围 还有就是说你必须坐飞机的时候 你必须要强制要戴口罩的 这一点是他可以做到的 那但是他在这个对于每个州 他就没有办法强制每个州 你在任何的时候都要戴口罩 这个是要看每个州的这个配合度了 在他上任后的100天 也就三个多月之内呢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符合他这个 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这个 一个条款 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动作呢 就是他要把这个Keystone Pipeline 一条从这个加拿大到Illinois 最终要建 还要到这个德州的一条 可能三四条这样的这个输油管道的 这个计划要把它取消掉 这个是在奥巴马政府当时就有过暂停 然后特朗普总统开始以后就继续来 来运行到现在呢 他要把它砍掉 这个呢就会动很多人这个蛋糕 特别是这些石油公司 石油企业的这些蛋糕 因为他要宣传环保 推崇这个绿色能源 如果你在接下来这四年的话 你一定会预判到拜登政府的 他对这个绿色能源和这个新能源 还有环境保护这个方面是要加大力度 非常大的力度来来做的 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关于这个总统就要下台了以后 他会面临些什么事情 首先特朗普总统在下台之前 他明天应该会去赦免一百多个人 就包括了和他间接有关系 在监狱里面的或者跟他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怎么样都是他的关系户 要去赦免这么多人 那这些人的这个当中会不会包括他自己 会不会包括他的这个家人 这个就无存而知了 另外他下台的时候 他还是期望有一个非常风光的一个 这个退下这个历史舞台啊 那他可能还是需要有铺铺地毯啊 或者所谓的非常高光 毕竟他是一个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商业的 这个商人的一个总统 作秀的总统 所以的话他很希望还有一个 他自己能留下一些高光的一些时刻了 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这两天 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情啊 那如果一个总统卸任后呢 他一般的话 一个总统会要去建一个总统的图书馆 也就是总统的纪念馆了 那在洛杉矶的话 大家都知道洛杉矶有这个Nixon Museum 也可以叫Nixon Library 还有这个Reagan Library 这些都是以总统命名的这个图书馆 在这个里面呢就会放很多 他在当政这个期间 很多的文献和国际交往的一些事物 还有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坐过的车啊 他穿过的衣服这些东西 那他要不要建这个特朗普总统 图书馆在哪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到时候也可能很多人会很喜欢去看他这个图书馆了 那他还要在不断 就是平时的时间 还要接受这个国家的这个National Security Briefing 就是告诉他很多的这个安全的事物 新的一些进展 让他了解到新的一些国际上的事物 这样的话一旦他被问到或者被采访到 他有知道现在他该怎么回复有哪些事情 甚至需要他回去来进行一些帮忙啊 一些东西他会知道一些信息 另外的话有一个也算是一个潜规则 就是他不应该就说在卸任之后来说 现在继任的总统的这些坏话 但是这个来说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这些总统这种候选人之间已经是非常的这种进行个人化的攻击了 特别是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总统呢 不太可能让他就是不说别人或者是发表他的评论啊 然后所有到进出给特朗普的这个信件 都是要被这个严格的审查的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理解 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因素 那他在卸任总统以后呢 他还是不能以一个普通人的一个生活 他不能自己开车 首先他不能自己自己就开车出去了 他是要在24小时的这个 Secret Service的这个保护下 他要出去的话有人开车给他 所以他是不能开车的 另外的话最后一个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这种device 就是他的手机啊电脑啊 和所有的东西多效被监控的 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普通人来说的话 那是联邦如果没有这个叫做搜查令 或者是一些逮捕令 他是没有办法监控你的这个 这个你的个人的一些设施的 但是作为总统你就没有办法 你要还是要对不断的监控 也是为了个安全原因 但是呢他也暂时推掉不了了 然后不知道他还用什么办法来发声的 啊这个就是一些就是总统卸任后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再次祝愿大家就保持健康 特别今天晚上大风注意安全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